大家好 究竟如何能治愈眼肝 眼肝最简单方法是滴药水 究竟滴什么药水 坊间有些药水 可以针对舒缓眼部不適 例如消除控根 减痕氧 但这类针对眼部不适的药水 未必特别针对眼肝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眼肝的情况 最好用一些没有防护剂的人工泪水 来补充因为水尘不足而导致眼肝 因为如果你用一些没有防护剂的人工泪水 好处是因为眼肝的情况严重 而你滴得很密 亦会减少因为对于药水 因为防护剂而出现敏感的情况 至于是否这样滴药水便可以 除了水剂之外 还有一些啫喱状的滋润药水 亦有一些高状的滋润药水 以滋润的效果来说 其实啫喱状或者高状的眼睛 其实滋润的效果会较持久一点 不过很多时候用的份量就要适中了 因为如果眼睛用得太多 就会常常觉得僵住 觉得模糊 所以用眼睛的竅门 其实用少少一滴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只是滴药水滴也不舒服 那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那个泪水怎样分泌 这个是我们眼睛的结构 这里就是那个泪线 泪线会分泌眼水支援眼 那时候眼水会经由我们 鼻梁这里的泪管离开 经由泪管迫在鼻腔里面 我们来も来看看 也就是那个组织的 所以这边就是 我们先上阶段